我覺得我們政府的所有的部門 都沒有在認真處理 老百姓的問題 農委會並不是一個特例 大家要知道 以前台灣的香蕉 每年外銷多少 上萬公噸 其實上萬公噸 現在最近這幾年 是怎麼樣的情況 在2012年 2011年的時候 其實也有發生 這個香蕉價格崩跌的情況 那個時候就是上百萬箱 上百萬箱 整個政府收購以後 上百萬箱直接銷到大陸去 所以這個問題就消失於無形 我剛才覺得很好奇 就是賴清德要採購 1200噸的香蕉 這1200噸的香蕉 要放到哪裡去 總不可能放在行政院吧 因為我們有聽過一句 很有名的名言 叫做就是說 你只出得起香蕉 你就只請得到猴子 因為我們政府 現在辦事的效率 跟這個所有的政策的失敗 我覺得其實以後 不用發給這些官員薪水 直接發給他們香蕉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辦事效率 沒有比猴子強到哪裡去 今天這個東西 是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當然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前面幾位先進都已經講過了 我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像美國的西北櫻桃 佛羅里達的葡萄柚等等 他們都有完整的產銷供應鏈 因為就陳如主持人剛剛講的 現在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到底產量多少 可以銷出多少 市場有多少 其實都應該可以算得出來 為什麼今天還要在演這種 古時候的戲碼 什麼官員叫大家 趕快小朋友 小學生 學生趕快吃香蕉 軍隊趕快吃香蕉 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不用心 你沒有把薪資放在那裡 像國民黨委員要求的 說要登記 人家專家講了一百遍 就是說請你立法規定 農業生產必須採取申報制 沒有規定申報的 不但沒有辦法享有 各種農業優惠 有天然災害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跟你予以救濟 然後施作 細作的時候 也要把申報當成條件之一 這些很多事情 你都是可以去做的 你明明就知道 種苗 疫苗難求 難道你看不到 今天香蕉會產銷失衡到 產地沒有人要去採收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 政府拿多少錢 軍跟農民收購 6塊1公斤 可是農民1公斤 香蕉成本是多少 至少16塊 所以他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收購他還是賠了錢 他還是賠很多錢 1公斤賠10塊 然後政府的做法 現在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現在在出 每公斤2塊錢 我叫你這些 可以把它製成加工食品 我補助你加工廠商 你去多製造一點 香蕉的加工食品 可是為什麼你不從源頭管理 我們記得蔡政府 在上台之前 不斷的講生產履歷 生產履歷 我們的所有的農產品 要有生產履歷 可是你今天做到 今天的這個結果是什麼 不但你沒有生產履歷 你多少量可以銷得出去 銷不出去 你完全都無法掌握 所以就變得很多青農返鄉 他看著香蕉價格好 好 那我們也來種 種了以後血本無歸 所以青農又趕快跑回城市 不敢再去碰這個 這個整體而言 就是你的政府的規劃欠妥 你沒有真正好好用心 去照顧農民 我剛剛聽發言人的意思 好像還是說 這個是應該花媽要去負責 給他多元行銷 花媽這麼有辦法 高雄一個縣市 就有辦法去讓他多元行銷 所以我覺得很好 那我們就鼓勵花媽 趕快把所有的香蕉問題 都處理